Hello大家好 这期视频我们给大家带来两只Marshall 4L2吉他相提的对比 它们分别是6960A还有1960AHW 这两个型号呢在国内其实都不算特别的常见 但是呢它们都比较有代表性 像6960A它是Marshall 30周年的纪念款 这个型号呢它只在92年到93年之间生产 从相提的材质到喇叭型号 其实都和我们比较熟知的1960A是一致的 黄木合板箱体搭配经典的鹰产百变龙G12T75 可以说是Marshall的标配音色 那它最具有辨识度的地方呢 就是采用了一个深蓝色的外皮 以及左下角一个限量款的一个名牌 那另外一台箱体1960AHW 代表的呢就是Marshall目前市面上在售最贵的箱体 这个箱体采用的是复古设计 没有金属护角 正面的网罩呢是同条编制的工艺 侧边金属把手 箱体的材质是全黄木胶合板 喇叭是白变龙的G12H-30绿背 这款箱体能够承载的功率是120W 组抗16欧 不支持切换组抗和立体声模式 箱体的内部结构和6960H是一致的 接下来的视频我们使用Reamp的方式 事先先将吉他的DI信号给录下来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Radio的JCR 分别回放到两个音箱 箱头我们使用Marshall的6100LM 主麦克风我们使用舒尔的SM57 拾取单元的中轴 环境版我们使用的是RAWD NT1 架高于1米6的位置 大约等同于我们站立时耳朵所在的高度 为了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听出两个箱体的差异 建议大家配戴监听耳机 或者使用监听音箱来观看 我们使用 réfl heavily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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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视听 因为视频上传的网站 音质会有一定程度的压缩 所以我会在视频下方放一个百度云的链接 把这一次视听的无损音频文件提供给大家下载 对于这两个箱体我个人的感受 像AHW它的声音穿透力会更强一些 中频比较突出 音色圆润饱满 声场更开阔 而6960A呢 声音会比较偏收敛 整体会觉得声音比较靠厚 整体的音色显得不如AHW来的那么华丽 不过呢 两者的音色风格大体上还是趋于一致的 目前在甜水网的报价呢 AHW大约是在1500美金 和6960相同配置的1960A 大约是在1100美金 那么这期视频中完草之后 大家会更喜欢哪一款箱体的音色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跟我们留言互动